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 同時只是三個相同的閃子 求點數和為直數的機率一年為多少 這個三個閃子 我們分為假設叫做A B C A的話 可能出現12356 這也是12356 把他加起來 點數和 點數和是介於哪個之間 叫做A加B加C 小的等於多少呢 全部三個都是6最大的 18 大的等於3 這個點數和 這個點數和的話 我覺得說S好了 給那個名字S 那S是直數的話呢 有幾種情況 3是直數 5是直數 357 11 13 8跟17吧 還有沒有 3 5 7 11 13 17 沒錯 我們來看看 這個直數3點的 那種狀況數呢 有幾種 我們看 這個事件我叫A 不然的話這個叫A好了 這個A的話可能3點 5點 7點 11點 13點 17點 如果是3點的情況的話 只有1點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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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5點的話 5點的話有幾種情況呢 就是1點 1點 3點 再來的話呢 再來是1點 2點 這個給他一個呢 2點 2點 好 還有什麼呢 那給他一個呢 那給他一個的話 那給他一個的話 就是我就令他這個點數越來越多 點數越來越多 如果他給他的話 就有兩個對調 好 那這個的話有幾種情況 這總共有3種情況 就是3階層除以2階層 這3種情況 後面3在這裡 或在這裡 或在這裡 這裡有3種情況 那這個也有3種情況 這3階層除以2階層 除以1階層 不定相亦入的排列 這個也有3種情況 好 那 再來是7點 7點的情況 就是1點 1點 5點 1點 2點 3點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這給他的話 就是3階層 3階層 這個給他 或是這個給他 就是2 2 3 沒有 這弄錯了 這應該是4 那這樣子的話 還有一個1 3 3 或者什麼 或者是他給他一點 就2 2 3 那這個就沒有了 給他一點就超過他了 那這種的話 他有3種情況 這種的話 他有什麼 這個排列的話 有6種情況 這個是3種情況 這是3種情況 這是3種情況 這是7點 那11點的情況的話 有幾種呢 11點 最多點數的話 只是6點 剩下5點 剩下5點的話 就是4點 這是4點 5加6是11 再來的話 就這個給他好了 2 或者這個先給他好了 1 1,5,5 還有呢,這給他 2,4 2,4,5 那這會有少 應該什麼呢,應該是 應該這個是,這個先給他 這是2,3,6 2,3,6 那這給他的話,就多出來 再來的話 就是說 在這1的話,還會 這是6 難道的話 還有這個 這個是 這個可能會少 1 然後呢,5,5 這是一種 1,5一種 然後這個是2 2,4 2,4,5 2,4,5 2,4,5一種 3,3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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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能多少呢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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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沒了 這個 如果這裡維持6的話 有幾種呢 有1,4 2,3 沒有 這裡如果是維持5的話 維持5的話 維持5的話 是1,5 2,4 3,3 3 這裡維持4的話 那就多少 就是 4,3 沒錯 7 7加 7加 4 4,4 1 這樣沒有錯 好 那這個的話 這個有幾種呢 這個都不一樣 這有6種 這有2,3,6 這6種 這個是3種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6種 這個的話是3種 這個3種 這樣子 好 那13呢 13的話更好 13的話 最多是6 6 1 12 13 好 那 這個給他 給他的話 這個多少呢 這個如果是6的話 這是1,6 那這個多少 這是2 5 3 3 4 這個如果是6的話 這個 這個如果是5的話 這個從3 5 開始 3 5 再來是4 4 4 5 這樣子 這個 可不可以等於4 這個如果等於4的話 這頂多可以等於4 4 3 加起來的話呢 沒有超過什麼是3 不行 如果是6的話 這個如果是6的話 那有這三種情況 這如果是5的話 有這兩種情況 這也不可能是 因為這可能是4的話 這個如果比他小的話 加起來的話 不會等於4 3 所以這個呢 他有3種情況 這個他有6種情況 這個有3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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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我們看看呢 這個17 17的話有6 6 5 再來還有沒有 就沒有了 12加57 那這個啊 這個有13種情況 所以這個A A事件 所謂就是說 三數的核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是等於那個 加起來是直數的 那種狀況數有幾種呢 一種 加多少 這是6 點數核是5的 有6種情況 點數核是3的 有1種情況 點數核是7的 有幾種情況呢 有這3種的 對吧 沒有 這4個 1 2 3 4 這個加起來都是7的 有多少呢 9 這個15種情況 那加多少 這個有幾種情況呢 這是9 9加6 3是8 27 27 27 那再加多少呢 再加這個 13 這個有幾種情況呢 9加6 12 也是17 沒有 這是27 就是17 那加多少 加這個 17 這個有三種情況 我覺得是3 5 7 11 13 17 的狀況數 那加起來就多少 這個是等於 22 22 它是加起來多少 它是加起來多少 22 加上 27 加上 27 加上 加上 3 69 所以總共呢 它有69種情況 有69 有69 情況 那這個 Ns Ns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所有的狀況數 不論核 是不是直數的話 總共有幾種 第一個骰子 它有6種情況 第二個骰子 也有6種情況 第三個骰子 也有6種情況 這是 6的30彎 所以 這個是 6的30彎 216 所以它的機率點多少呢 等於 216 67 這可以用什麼呢 用3 32得6 33得9 37 21 32得6 所以是 72 23 所以 72 23 好 那這題的話 你可能會說 這裡它是講說 銅子 三個相同的 才是 如果不同的話 不同的答案 也是那樣子 不同的話 比如說 你把它塗顏色 這個骰子的話 你把它塗什麼 塗這個 黃色 這個把它塗黃色 這個把它塗什麼 塗橘色 這個把它塗什麼 塗灰色 那這樣答案就一樣 答案也會一樣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可以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把問題簡化 簡化成兩個骰子 這兩個骰子的話 它只有兩個面 它的話 有一點跟兩點 假設有兩個骰子 這裡是三個 我們簡化的話 就兩個骰子 第一個骰子 兩個面 一跟二 第二個骰子的話 有兩個面 也是一跟二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 它 它是完全相同的 就沒有辦法區別的 那你可能說 樣本空間的話 就寫成多少呢 寫成是 一 一 再來多少呢 再來這個 一 二 如果是不同的話 你會多寫一個二一 但是問題是 這兩個骰子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會說 一二跟二一 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的話 再來是二二 然後你說 直出三點的機率 有什麼 直出三點的機率 不是三分之一 而是什麼呢 而是這個二分之一 為什麼 因為直出一二的機率 跟直出一 跟二的機率不一樣 雖然的話 它們兩個是相同的 三次 你那個 一二 跟二一 你分不出來 但是問題是 你直出去的話 它都有可能 你出現這個 也有可能 出現這個 所以出現一二 就是出現三點的機率 是出現兩點機率的 它的兩倍 也是出現四點的機率的兩倍 你指兩個骰子 第一個骰子 它只有一二 跟第二個骰子 只有一二的話 那麼 它這個什麼 它這個 這個直出兩點的 只可能直出兩點 或三點 或四點 三種情況 那你如果把這兩個 看得完全一樣的話 它直出三點的機率 也是二分之一 那你說 那我如果把它 塗成不同色 比如說 塗成黃色 塗成了 這個什麼 這個綠色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你得到三點的機率 有沒有不一樣 也是一樣 也是二分之一 只是說 這個時候樣子空間的話 就變短 變成是一一 這個是 黃色綠色 那這個是一二 黃色綠色 那二一 黃色綠色 黃色綠色 這個時候我就有辦法區別了 這個東西我怕 有辦法區別 然後呢 這個是二二 那你現在的話 那 直出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它的記憶都一樣 這是四分之一 這是四分之一 這個是四分之一 這個呢 是 這個 這個東西是四分之一 這個是四分之一 所以你現在直出 直出那個 兩點的機率 直出兩點的機率的話 有沒有 直出三點 二幾乎是三點 三點的機率就算 四分之一 乘以二 它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跟這個玩點一樣 而且的話 你可能會問這個 就是說 要門空間的話 寫出來好像是只有三個 那這三個的話 你直出來的機率都不一樣 這個直出來的機率不是三分之一 而是四分之一 這個直出來的機率是多少 是二分之一 這個直出來的機率的話呢 是二分之一 還是四分之一 我不是說 因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什麼呢 三個樣門點 三個樣門點出現的機率不一樣 他出現的機率 可能是一二 可能是二分之一 所以機率是二分之一 所以的話 他這個題目是說 他 骰子三個是相同的 你骰子相同跟不相同 你直出來 只要他的點數盒是直數的話 他的點數盒都會是七至二分之二十三 不論你把它看成是相同的台式 或是看成不同的台式 他的機率都是七至二分之二 七至二分之二 七至二分之二 文字那個二十三 那我們來做這種題目的時候的話 我們樣本空間不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不會把它寫成三個 我們都是把它寫成這種樣子 都會把它看成兩個閃子是不同的 所以樣本空間的話就有四種情況 就好像說這個樣本空間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它樣本空間的話 個數有多少 個數 第一個骰子它有六種情況 第二個骰子六種情況 第三個六種情況 有兩百一十六 就是說我把什麼 我把一二 一二的話 跟二一的話 看成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會出現 所以在甩骰子的時候的話 一二跟二一呢 都會出現 只是說你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但是它會出現 兩個都會出現 而且每一個都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加起來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 如果這種骰子的話 雖然它顏色是一樣的 你看不出來 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你在甩骰子的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的話 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雖然看起來是只有三種情況 出現這種情況的那個基因 它的次數一定會是這個的兩倍 也會是這個的兩倍 好 這裡的答案是72分之23 始終戀了